你好 欢迎收看5月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花联新人身心障碍学童将近有1900名 县府教育处安排了10辆交通车 接送国小特教生就学 不过其中5辆把电连线已到了 经过教育部核定补助1580万元之后 在今天太久花联新正式交车 现场学中会表示 花联对于身心障碍学生就学权利是格外重视 积极争取编列特教生的相关预算 要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花联新城中原名词凤铃以及光复国小等五校轿车 因为使用年线已久 获得教育部装款补助后淘汰换新 承办成功的名词国小校校长陈绝伟表示 新车为中型巴士 座位可称14个人 其中一处为家庄轮椅停放区 家庄辅具系统三组安全等配装 更加提高学生乘坐的安全性 现场学中会表示 换线对身让学生们就学权利格外重视 积极争取编列特教生相关预算 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让学生得以安心就学 为不方便到校的学生来说 有特教巡回辅导员 辅导在家自学 让学习不中断 我们的校长能够看见 也能够在这个很多的教育 还有行政业务的繁忙当中 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陈俊仁校长 真的他是校长不是卖车的 但是他可以把他的性能分数 所有的都这个把他据姓名的讲出来 我想这个没有真正参与在其中 没有真正这个研究 用心心心的研究 我想这也被我们教育人士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试试对这五校的校长们 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给他们掌声 所以 这也刚才曾温也有讲的 这个艺人难称天 独木难称天 独奖难行中 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大家一起做 才会走得远 而且走得稳健 当然议会的支持 我们要谢谢在座所有的议员能够支持 也能够给我们方便宣证比最好的监督 县福教育处长林育仁表示 县内特教生约1,900人 公计10辆特教车 今年有5辆车林超过10年以上需要更新 经过争取之后 顺利胎换救星 下半年度将会向教育部提出 新购学前特教车的需求 扩大服务偏向学前特教孩童 县福主要支付制筹款 车辆维修费以及司机薪资等费用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